美國國會參議院在11月19號的下午 一致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同時通過的還有一項法案 禁止美國產催淚彈等武器銷往香港 兩黨參議員發言表示 美國不能對香港坐視不理 美國參議院11月19號下午 一致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有49位兩黨議員連署 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指出 這個法案也向中共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傳遞了一個訊息 《市民主黨領袖和共和民主黨領袖》 美國共和民主黨領袖與香港共和民主黨領袖 你不能成為一個大領導者 你不能成為一個大領袖 而中國的系統會否改變或失敗 美國眾議院上個月已經一致通過了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兩院的版本稍有不同 這次參議院的版本要求 在法案通過的180天內 美國商業部、財政部和國務院等部門向國會提交評估 實施香港是否仍有足夠的自治 得以享有美國給予的特殊待遇 另外 美國總統也要在180天內提交一份名單 列出侵害香港基本自由和人權的人並制裁他們 制裁措施包括凍結被制裁者在美資產 禁止其獲得入美簽證或撤銷現有簽證 之後 這些對香港自治和自由度的評估報告 需要每年提出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表示 這個法案對中共政權和中港官員個人有震懾作用 此外 美國參眾兩院都是全體一致通過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唐靖遠認為 這傳遞出清晰的信號 按美國立法程序 接下來 參眾兩院需要協調出一致文本 遞交白宮 由美國總統川普簽署後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才會成為美國的法律 法案通過後 中共外交部暴跳如雷 聲稱美國是所謂的干涉中國內政 新唐人事事關心節目主持人蕭明 在法案通過後 立即採訪了法案提起人 共和黨的盧比奧議員 當天 美國參議院還一致通過了另一項禁止向香港出口防爆裝備法案 禁止向香港警察出口特定軍火 包括催淚瓦斯 胡椒噴霧 橡膠子彈和電擊槍等 鎮壓示威者的裝備